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蛮哲学的 刚刚老师讲的很难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我在讲的时候呢 能都不要把你们打入这个睡眠的状态当中 好 存在主义呢 就是一个 它的名字呢 就是Existential Therapy 那其实呢 在美国或者在这个心理治疗里面呢 蛮少的人呢 来使用这个 这种存在主义作为主要的导向 那这个存在主义的治疗法的一个创办的 就是创造的这个人呢 叫做Soren Kierkegaard 我想就是齐克果 那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那他被称为是存在主义之父 那他也是基督教里面呢 一个颇具争议 而且又被人家欣赏的一个人物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齐克果呢 他呢认为这个人类是由无法自然合成的相异元素所组成的 就是很难懂啊 什么叫做无法自然合成的相异元素所组成的 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这个相异元素呢 就是有无限跟有限 可能性跟必然性 永恒与短暂 这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讲法就好像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情景 就是好像又有很无限的一个盼望 但是又非常的有限这样子 有很大的可能性 又好像说我们必然的这种命定 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你就是真的就是中国人 你真的就是非洲人 你真的就是美国人这样子 那比如说一边是我们生活好像有无限的可能性 那另一边则是可悲的必然的天命 包括我们的限制跟受造的特质等等 那么人要成为真正的自我 他认为是要从这个焦虑开始 就是要从这个焦虑开始 那这个人的一个人生呢 他认为呢 都是一个选择 当你停止选择成为自己的时候呢 那你的人生呢 就是就是绝望 就没有希望这样子 那在这个另外有一个学者叫做Evans 他是伊凡斯 他在1990的时候呢 他认为人类发展的这个理论呢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审美阶段 一个就是伦理的阶段 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阶段 那这个三个阶段呢 就是说一开始呢 我们人都是乐天派 就觉得说事情呢都会变得很好 所以我们只要小时候长大读书 然后我们就会有事业 然后就会成家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生 或者是说有称心如意的一个人生 可是呢 当你慢慢的长大以后呢 你慢慢达不到你这些理想的时候呢 你就会进入这个伦理的阶段 就是说在这个人生里面呢 有一些这些好像法则一样 你就被捆绑在那里 那用这个伦理的原则呢 来定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 然后就变得又有一点 就是说好像无奈的感觉 那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呢 就是宗教阶段 那常常的人呢 到了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想到信仰的问题了 他就会想到信仰问题 他就会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会想到说 我就有基督徒的信仰 那就会想到说 一定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神在那里 来这个掌握我们的人生 所以这就是这个Evans 他所说这个讲的这三个理论 那刚才我们讲那个齐克果呢 就是Soren 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呢 就是要用神为基础的自我 就因为他是基督徒嘛 所以他要说成一个自我呢 就是要用这个神 人是我们的创造者 要来做这个大我 那他相信呢 必须在跟神 有真诚的透明的关系里面 才能够做出成为自我 唯一真正的决定 他前面讲到说 人都要经过很多的选择嘛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一定要用神的这个 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用神来指导你 你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是另外一个学者 他叫做什么Viktor Franco 他有一个这个叫做意义的疗法 那他也写了一本这个很受欢迎的书 叫做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人类意义的追寻 也就是说他就是这里面讲到这个 will to meaning 就是追求意义的意志 那他认为呢 这个人是由三种生存而相 所组成的 就是一个身体的领域 心理的领域 跟灵性的领域 那你会觉得三个很熟 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身心灵嘛 就是很奇妙的 他们都是用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精神来讲到 我相信他们都是基督徒了 那他特别呢 就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学说 他有一个主张 就是用顾请 顾请顾重法 那顾请顾重法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我看 他这个 他认为呢 他就是说 一个人的 这个是一个技巧 就是说 能够帮助你 解除你的心里面的一些障碍 那他这个技巧呢 就是说 要请这个当事人呢 试着去做他最不想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实际的这个持续 或者增加 那个不想做事情的一种出现 比如说 恐慌症的当事人呢 可能被要求进入他最害怕的地方 让自己被最害怕痛苦的攻击 那他认为说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负责的行为者的代理 那我们选择凸显出病症 可以让这个当事人呢 戏剧性的察觉到自己在某些情景中的行为 以及自己如何为此等行为负责 那进而恢复控制他的部分生活的力量 因此他自己就可以 因为不断地被带到那个他所害怕的地方 那他自己就可以产生一种自我的这种疗法这样子 那他在这书里面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自己本身也是在这个集中营 就是纳税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 那他在 他在这集中营里面呢 碰到了一位 这个集中营的生还者 这个生还者的 太太呢 还有很多的儿女呢 都是死于纳税的真气箱跟毒气室 那他无法为他所受的痛苦 或者他自己的人生找到意义 那这个Franco呢 就试探性的就帮助他 就问他说 痛苦的意义是否可能要让他透过苦难 而配得在天堂和他们家人相会的这个可能性 那他后来就在书里面报告说 因为他自己不断地带领他 回到他当初痛苦的这里面 然后也借着这个好像信仰上面 可以跟这个在天堂里面跟他的家人相会 给他一些盼望 所以他就能够更能够忍受他所受的痛苦这样子 所以这是他一种欲请顾重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另外的存在主义的观点的核心的主张呢 有一个这个叫May and Yellen 他在1984年呢 他就有提出了这些主张 那他们认为就是说人类呢是自由的 要透过选择创造自己 那在这个世界上面呢 你一定要做很多的选择 那我们跟这个世界呢是有密切关系 但是你有感觉到孤零零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无奈的 无限有限啊什么的就是一样的 而且存在意味着不存在或者是死亡 那这个就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那要透过直接面对阴间而成长 那现代人因为疏离会造成这个存在的虚无 那心理病呢是绝望的前兆 你有可能就是开始心理病 但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绝望的人 那依赖他人的人呢 是希望别人要来按我们的这个牌理出牌 这样子 那存在主义呢 其实讲到最后呢 就是有关于这个要问的一些问题 那的问题呢 就是说我是谁 我曾经是谁 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将会前往何处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 在探讨的一些事情 那这种存在的主义呢 有三种的这种情形 这个字我都不会念了 这个是第一种呢 就是arm wealth 是指身体或者生物层面的存在 一种身体上面的存在 那这个mid wealth 是指关系方面的存在 是讲关系的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呢 是自我的存在的意义的世界 这三种这种不同的理论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为这个存在主义 做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虽然这种治疗的方法呢 只有4%的心理治疗师 来作为主要导向 但是我觉得呢 他这个就是很能够 很能够带领这个当事人呢 能够这个 进入他自己的心里面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说只是用存在主义来单独来做疗法的话呢 我想可能不会很有效的来治理这些心理的病患 那这个存在主义呢 应该是跟其他的治疗方法一起并用的时候呢 应该是会比较有效 那这个主义呢 那基本上是以哲学还有信仰为主 那帮助这个生病的人呢 找到这个生存的意义 那这存在主义呢 也特别的很认真的很关心看到这个病患 他的伤痛跟他的受苦这样子 我们那个一开始打的那一张 就是说我们这个大纲 我们这一刻大纲那个 因为他是说 我是说这个书面报告 要2500字不是吗 那个是要阐述 他打这个打字上面是写减数 所以我想大家造成一个误解 就希望把你口头报告 能够就是 再加以说明写出来 大概2000字2500字左右 好 那这个我就不能收 因为这个没有阐述 这不是全部的书面报告 不是书面报告 我以为 我以为这是书面报告 我以为这个口头报告不用讲 口头报告可以不用讲 每个人都给了一份吗 太好 太好 我以为是书面报告 这只是我讲的 OK 很好 大纲而已 好 那另外 我们那个成绩里面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要读书的 对不对 很多是预读的 那这个在你们给我书面报告 的时候呢 能不能麻烦你加一张小纸条 你哪些是按时读 哪些是持的读 尤其是哪些是没有读的 好 那你给我 给我这个 那我不会去 就说你们怎么说 我就是怎么看的 好 好不好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那是问题 我们没有书啊 当时订的时候 我们要买的书买不到 哦 一直没有书 书后来都没来吗 对啊 后来再订 没有来 哦一直都没有来哦 没有来 哦 哦 OK 那也许我把移一下 我把那个成绩移一下 放在口头跟书名报告多一点 也可以啊 有人要借的话也可以 不过这本书我发现实在是不好读 哈哈 实在不好读 翻译的实在很不好读 好 那我们请下一位 是你 好 老师和各位同学平安 好 我今天下午给大家报告的是 顽形悉尼治疗 好 我们先看 第一点就是词理论之历史及创始人 顽形疗法或许是人文主义学派疗法中 最现象 最现象学取向和最实际的 顽形疗法的焦点在于 此时此地的经验与人格的整合 顽形疗法治疗师认为 赞同强调行为的 为什么 或对过去事件做分析 远比强调目前行为究竟 是什么或如何等问题 更不具治疗用途 顽形疗法吸引了寻求亲密关系的深度于一役的人们 信仰团体的成员们 若想得到超越不健康操纵等团体关系的特色 也许会觉得顽形疗法特别有吸引力 就是顽形疗法的创始人叫 富丽兹菲罗斯 二次大战期间 他在德国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 顽形疗法反映精神分析传统的某些重点 尤其是症状发展中仿制所扮演的角色 欧洲研究感官及直觉的心理学传统 也影响着菲罗斯的思想 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思想 可以总解在下面这句话里 就是完整剩余片段的总和 当时盛行的存在哲学对菲罗斯也有深远的影响 他创意里融合了存在哲学 还有精神分析 以及现象学 以及表现艺术中所发展的技巧 然后逐造了完形疗法 菲罗斯于1970年过世之前 他大量采用了就是禅宗佛教 以及道教 以及人类潜能运动的理念 多年来菲罗斯一直是很跨北美地区研讨会 于静修中心的常驻 就是精神禅师性格 坚强而有说服力的他 就是拥有了很多外行与专业的 这些忠诚的追随者 虽然在过去十年间 完形疗法的影响力比较适为 但是在其风行的鼎盛时期 曾有就是那个录影带啊 有生图书啊 以及治疗病症等大量的记录 与治疗的留下 虽然今天少有治疗师 就是在哲学或方法论上 自称为纯完形疗法的跟随者 然而该疗法中的许多技巧 一直广伐被采用在 当今心理治疗的内容中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二点 就是基本理论与架构 然后我把他这几个理论 就是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完形疗法理论 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治疗关系 完形治疗是存在主义治疗法的一个分值 其基本焦点就是在于治疗者 与当事人之间的一对一的这个关系 治疗者应对咨询品质 然后还有就是对自己及当事人的了解程度 及当事人能否保持开放的这个态度 要负起责任 同时应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 以处境当事人进行改变 治疗者的经验洞察力和察觉 是打成疗效的基础 而当事人的察觉和反应能力 则更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重要的是当这个咨询员 他与当事人会心接触时 这个咨询员应允许自己受到当事人的影响 并能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直觉经验 然后这个理论的第二点就是 完形疗法理论 第二第二方面就是说 当事人在治疗中的经验 完形治疗法的基本方向就是 要使当事人学习 为自己的想法感觉和行为 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治疗者常以当事人试图逃避的责任来加以质问 同时测试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接受治疗 以及详存治疗中学习什么 想如何利用治疗时间等 然后伯尔斯特曾以三个阶段来整合程序 说明就是当事人在治疗中成长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就是发现 当事人在此阶段可能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或对往事不同的领悟 然后他们生命中关键人物有新的看法 这些新发现常令他们自己感到惊讶 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发现 第二个阶段就是乔逝 就是在此阶段当事人察觉到自己在行为上 有许多选择的机会 而非极限于单一的方向 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治疗者的责任就是随时给予当事人支持 鼓励他们勇于实践并试验自己选择的行为方向 然后成长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童话 指的是当事人学习如何去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 然后他可能包括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倾听当事人的隐喻 然后倾听当事人揭露事情原为的嵌隐性语言 然后讲到完性疗法的第三个理论就是说 治疗者的功能与角色 完性治疗法的目标并不是说要放在 要去改变当事人 咨询员的作用在于通过与当事人的接触 去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察觉能力 以及体验当时他们是怎样的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之一 就是去留意当事人的肢体动作 当事人的这些非预言线索 可提供治疗者非常丰富的资讯 因为他经常流露出当事人 本身未能察觉的这种感觉 埃里斯认为当事人的姿势啊 行为啊手势啊声音等动作 都可以说明一些事实的一些真相 他也提出警示 就是说通过语言的沟通啊 常可能形成误导 所以如果治疗者 仅止于注意当事人口语的内容 就容易对一个人的本质形成误解 真正的沟通其实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然后顽形治疗在语言方面 他注重哪些事情呢 一下就是举例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 他说当事人呢 当事人以他来取代我时 治疗者不妨可要求 他以人称代词 代名词取代 非人称代名词 如此有注意时 其逐渐承担其责任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你说 治疗者常会对当事人指出你字过于滥用 并要求当事人以我字来取代 如当事人说 当别人不接纳你时 你就会有受伤害的感觉 治疗者既会提醒当事人 硬注意你字的使用问题 因为上述情景会把激烈的感觉 与自己做分割 其次 治疗者也会鼓励当事人以我取代 非第一人称的你 然后他下面还包括就是说 奇问奇奇问奇具有使人问话的 人借机隐藏 有安全感及不被人知的作用 因此完形治疗者常会要求 当事人将这个问句改成陈述句 借着鼓励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 当事人既开始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 他们他们也因如此而 就是觉察到自己是如何的 因为奇问题而使自己隐藏在迷雾当中 同时也因此知道了 其问题是如何 就是阻碍自己的表达 然后下面一点就是说 否定力量的言语 有些当事人常有陈述不识或隐藏 陈述的现象 这便是他们以否定个人形式 个人力量的形式 治疗者因此会向当事人指出 不必如此自我鄙视 当事人因此可察觉到原来 他们不自觉的自我设限 而使自己陷入到一个迷惑的情境中 完形治疗者的重要职能之一呢 就是去留意当事人的职能动作 当事人的非预言线索 可能会提供治疗者非常丰富的这个资讯 就是说不必要去单单去留意 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达 可能他这些肢体动作 可能会带来更重要的线索 所以如果治疗者仅指于注意当事人的口语的内容 就容易对一个人的本质形成误解 真正的沟通其实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然后他这个完形疗法的第四个理论 就是说隔斥塔疗法能量和能量的障碍 就是在这个完形治疗的理念当中 他特别注意的注意能量的问题 包括他在何处如何使用 以及如何被阻碍等能量受到阻碍 一是抗拒接触的另一种形式 他可能表现在身体某些部位的紧张 然后完形疗法的第五个理论就是说 隔斥塔疗法接触和抗拒接触 就是上一节课老师跟我们讲到那个内化呀 投射呀还有回射 我之前对这个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心理学以前 哎呀我觉得很费劲 但是上一上一课清完老师讲完之后 我都不懂什么叫完形心理治疗什么 我没一点概念 今天那个书你们都看不懂 我更看不懂了 我觉得很很费劲 但是我一直努力的去看去看 哎呀我觉得他那个话很不通顺 我看完我就没有概念 哎呦我都反复的来看几遍就看不懂 然后老师讲了上上上上个礼拜讲完之后 我稍微那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概念 所以他讲到完形疗法的理论 就是隔他痴疗法接触和抗拒接触 讲到那个内化投射回射 以及解力于混淆均为抗拒接触的形态 就是完形治疗者必须谨慎防范的是 在当事人未能察觉到这些历程时 就干扰了当事人与环境间的接触 所谓的就是抗拒接触 与界限侵犯 他指的就是说 人们试图控制环境所使用的某些特殊接触形态 其实完形治疗法的观点观点是就是说 接触是正常于健康的 因此在对于这些抗拒接触的形态进行讨论时 要把焦点止于个人在察觉的历程中所在达到的程度 完形治疗会鼓励当事人逐步去察觉阻碍他们去接触的主要行 然后这个佩尔斯把人的这个人格以洋葱的皮来做比喻 他说既一个人若要达到心理惩处的境界 必须拨除神经症候方面阻碍个人成长的五个层面 他就五个层面包括第一个就是虚伪 第二点就是恐惧 第三点就是僵局 第四点就是内发展 第五点就是爆发 他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第一个层面就是虚伪 他指的是以刻板机不贪诚的这种方式与人应对 在这一层里我们只有是在玩弄心机 而迷失于各种角色的扮演中 同时借着虚伪的表现 而生活在自己与他人创作的想象中 但一旦了解到自己的虚伪而欲望 坦诚改变时 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和不愉快 他第二个层面就是恐惧 在这一个层面就是 由于看到了连自己都无法认可的一面 我们因此而感到痛苦 并舍舍就想尽办法去逃避他 同时拒绝去接受实际上的自我突然现身 此时我们产生了就是灾难性的恐惧 以为如果一旦知道了真正的自我 或把自己真正的一面呈现在他人面前 则一定会遭到拒绝 然后再再再一个层次就是说僵局 所指的是我们迈向成熟历程中的一个 请代理就是说在这一层里 我们自认本身并无资源来帮助自己 如果没有环境的支持来超越这一个 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于是我们就是企图去操纵这个环境 认为这是我们要去看 要去听去感觉去思考 和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刻 在僵局这层面里我们常有就是死疾感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如果希望获得活力 就必须要超过这个僵局 然后他的下个方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愿意去体验上熟 这个死疾感 这个死疾感就是死亡的死 这个鸡就是静磨的鸡 就是比较静磨死疾感 而不否认或逃避 这时就可以带我们进入到内发展 佩尔斯就是认为 进入内发展是要达到坦诚的自我 自我之逼经阶段 就是借着对死疾感与虚假作为的直接接触 揭开自己防卫的面纱 而开始触及真实的自我 佩尔斯同时认为 揭开内发展将引发出一个爆发状态 就是 慈激爆发层 当我们接触到爆发层时 原本的欺骗呀 以及虚伪呀 这些面具将被除去 我们将释放出一种原极力 要假扮某角色时 说 哦就是 除极的这一切能量 而为了要变得坦诚 极有活力 就必须要达到 痛苦或喜赖的 喜乐的这种爆发状态 这个完形治疗的核心呢 就是说 要在于激励当事人 更能自我的支持 察觉力的 察觉力的就是拓展 本身剂 具治疗 治疗效果 同时也是治疗的一个基本目标 因为一旦有了察觉力之后 当事人就能够整合他们 内在的这种对立呀 与分裂 然后朝着各部分 整合的方向去努力 完形治疗法是 站在 使人成长 强化自信的这种 现实立场来进行治疗 它不仅仅是一套理论 然后这个完形疗法 它的基本概念可分以下几种 我就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 它就是说人性观 第二种就是说 此时此刻 第三点就是说 未完成的事件 第四点就是逃避 第五个就是接触 第六个就是能量 这个就在刚才那个理论里边就谈过 我们来就是看 第三点就是说 它对人性的看法 其实这个完形治疗 对人性的看法是 给予这个存在哲学 与现象学 它特别强调的是 直觉的扩展 扩展 还有这个责任的担负 就是 给全人的重整的这个观念 该派就是认为 人人皆有能力 如 就是 以统整全人般的生活 且肩负自己的责任 它对人性的看法 就是可包括下面几点 就是这对人性的看法 第一点就是 人是一个整体的组织 有许多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 例如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知觉 我们的情绪等 其中任何一部分 就是没有办法独立于整体之外 而获得了解 换言之 就是它强调人的这一个同整性 第二点就是说 人本身属于其周遭环境的一部分 如果离开这个环境了 就是则无法去了解 他对人性看法的第三点就是 人的本性是非善非恶的 导致向善则善 导致向恶则恶 第四点就是说 反对决定论 寿命论 心理分析论者 以为人的人格智力等 奠及于早期生活 决定于 因幼而期 然而这个完形论者认为 只要能促进其自我知觉 改变不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对人性看法的第五点就是说 人是主动的行为者 而非被动的反应者 完形论主张 资商员利益协助当立场 来帮助当事人 接受了刺激 当事人应自行决定反应的形式 而不单是机械反应 好 他对人性看法第六点就是说 人具有欠能和自我知觉的能力 一般而言 普通人最多仅能发挥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的欠能 但若在重整的这种情况下 则能发挥更多的欠能 且仅有在重整的状态下 人才能自困扰中解脱 他对看法 人性看法第七点就是说 人经有自觉来选择反应的形式 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故完成论 强调的是自我知觉及责任担负 他对人性看法最后一点就是说 人所能经验的只有现在 对于过去和未来 只能借着回忆和期望 在现在经验到 然后我看的 他是那个第四大题 就是说对病态的 病态的看法 然后我写的这个报 就是说 是指未能冒险 做真正充满活力而负责的人 我们把我们的真我包藏 在这种层层七变中 我们过度而顽固的使用这种 防蟹机制来扭曲事实 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是谁的真正意识 那就是对病态的看法 然后他有几个这个特殊的专用名词 我也没有接触过心理学 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是专用的名词 我就看那个书吧 我就觉得从我的概念 并且他经常要重复的那些词 我觉得可能就是专用名词吧 我就把它给写 我觉得他这完就是第一个就是察觉 然后就是有责任 还有专用名词就是自由选择 最后一个就是自我觉醒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老师偷偷知道 然后他这个一致的目标 他完形之了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目标就是人住转为自住 就是启发当事人有外在环境的支持 进入到自我的这种支持当中 第二点就是说 帮助当事人过更充实的生活 人仅发挥了5%或15%的潜能 我们有固定的生活形态 我们一再扮演相同的角色 很少去创新和突破 潜能更近一层的发挥 可使我们生活态度日新 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他一直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说查识的获得 就是查识是人格改变的工具 具有治疗性 在查识的这个过程中 未尽事物将逐一显现于治疗情景 得以加以处理 查识的目的是帮助当事人了解环境 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进而达到人格的重整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协助当事人达到人格的重整 当事人由于自我印象的影响 造成人格的分裂 无法禁忌制裁 满足自我的需求 自我实现 所以完成治疗的目标是要 卸除自我印象的影响 提高当事人的 觉察能力 卸调本身内在 内在中两极化的直觉 使未完成的工作不再干扰 现在而达到人格 就是重整健全的人格 主要特质是自我调适 自我约束 然后他治疗的目标的第五点 就是说帮助当事人找到自我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就是说医治的技巧 医治的技巧就完行治疗法 它有几个技巧 就是包括以下几个技巧 第一个就是幻想法 这个上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记得老师也讲 他说可依据实际情况需要 有下列四种方式中选择一二进行 幻想法就是说 有当事人想象自己是某一个对象 然后让当事人想象自己是与本身有冲突的人 这也就是说一种角色扮演 让当事人想象自己的部分 如他患而笑而马蹄症的脚啊 为自己使自己面对 为自己所否定的这个部分 换言之就是即面对问题 面对困扰 然后就是引导当事人进入到其困扰的情境当中 然后他下面一个技巧 就是说对话游戏 就是当当事人困于人格冲突时 资商员可指导他担任双重角色 相对的双重角色并进行二折间的谈话 而这个游戏可有三种方式 就是我们上上个礼拜 Mary老师给我们讲了 就是说空仪法 还有这个双仪法 就是还有这个三仪法 就是借着这个椅子的这种方法去对话 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巡回游戏 就是将一则一般性的这个叙述 稍作一些修改 使内容与当事人呢 平时不敢其而又重要的叙述相近似 然后有当事人一一的对团体中每一个成员讲出 借此让当事人去经验新的行为和尝试的自我开放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我负责 我负责 这个游戏 就是说在这个方法中能够扩大当事人自我知觉的范围 就并当帮助当事人去认识且接受到自己的感觉 所以当当事人将其感受讲出来之后 资商员要当要对当事人加上一句 就是说我为刚刚说的话负责 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我有个秘密这个游戏 此法可用于消除罪恶感或羞耻感等难以对人持口的问题 是想象想象法的一种资商员要求当事人想一件自己引以为耻 或者引以为惧的秘密 然后是想将此秘密对团体成员表白后成员可能的反应 然后还有一种技巧 就是说扮演投射的这种自我 当事人将自己的特质投射于某一 或扮演某一一角 例如某家老爱批评某一 就由某家来扮演某一 被他批评的角色 并其会其被批评的滋味 然后就是这个相反的游戏 大部分的人将自己的内在的冲突做相反的行为表现 所以我们要当事人做出有违反平常习惯的行为 让当事人发现就是被自己隐藏否定的部分 鉴有接触欣赏而接受 进而将它重整于人格中 例如让一位行为独断的女人表现温柔优善的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说预演游戏 此目的就是说在于强化当事人的信心 使当事人不断的附送或多次预演可增强其自信心 例如就是预演一个求职的会谈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夸张游戏 这个方法是要当事人清楚的知觉 自己肢体预演发出来的讯息 要求当事人夸大其动作 并问该动作所代表的含义 使当事人能对自己的非语言行为反省思索 然后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说 停留在这个感觉里 如果当事人他有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 而想逃避时 自商员会要求他停留在这个感觉 并鼓励他面对其感觉和深入的体会 逐渐的会对这感觉释然 最后一个技巧就是说 重立梦境法 就是说梦代表为完成未被同化的情景 是我们现今存在的垄缩反应图 如果梦中的内容能获得了解与同化 问题与困扰即可迎刃而解 资商员将不解释或分析梦的内容 只要当事人透过扮演 重立一次梦境 好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应该懂得比我都多了 很了不起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就忘出这么多 整理出这么多东西来 那本书看都看不懂的 那个我上一次我有两个影片 就是这个完形疗法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 可是呢我可以把它 怎么找到的告诉大家 大家回去看 因为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里面讲的 好 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在那个 什么什么 那个治疗 我们看那个影片 那个叫什么 个人中心的治疗 我们看那个影片 有一个个案 他名字叫Gloria 你记不记得我们记得 那这个Pearls 就是这个完形治疗的这个创始人 他也同时 他就说那个Gloria 也跟他有一个半个钟头的一个session 那你就看吧 你们去看吧 你会真的是吓一跳 因为完全不一样 那个这个Gloria 从头到尾都在defense 然后等于说 就是很不和平 很不那个的状况底下 那这个Pearls 他在做的什么呢 他就做就是在面值他 然后呢 他的面值就用他们的技巧 因为他想把它带出来 因为他就说 所以他面值的时候 他就用了他们的行话 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虚伪 是不是 他就说你是虚伪 他就当面就指出他的虚伪 所以可是这个东西呢 从开始就不很好 因为Gloria一进去 看到这个人 他就不喜欢这个人 他根本从头他就不喜欢他 所以他从头开始就有一种 我们叫做transference 是这样吗 不是后名 transference就是说 你变成某一个我讨厌的人 可能就是他 某一个那个 他transference嘛 这么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开始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我也是吓一跳 因为我那时候完形疗法 我没有重新整理一次 我大概知道 然后有些细节没有 所以我一看 我说这是 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搞不清楚 不过你仔细看 他就是 他就是在做他的这种形式 所以我就想说 大家回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要知道就说 不是每一种疗法 都适合每一个人 那像Gloria对第一个 对那个个人中心疗法 他就反应非常的好 那可是他对这个 就反应非常的负面 可是不代表这个没有用 不代表这个东西 对他一点用都没有 只是后来很可惜 再没有去过 他再没有去见过他 所以没有继续 所以第一场 那个第一个 半个钟头的 看起来是很糟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影片 也是完形治疗的 那个就是 就是别人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在做什么 比如说刚刚讲说 他夸大他的手势 然后就是你这样 就叫他做 他不知道做一个什么 一个手势 你就叫他拼命夸张 拼命做 然后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就把他里面 隐藏的一些东西 就发现出来了 这是他的做法 那等一下我把这个 写在白板上面 所以大家回去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这样去找 在YouTube里面 好 还有哪一位 这会讲是基督教的 心理治疗 这个大约的基督徒 应该还好一点 应该可以理解 基督教的心理治疗 是一个 先把概念说一下 是以基督教的 圣经的教育和选择 来解决冲突 和控制行为的 一种疗法 这种方式 原先是最开始 从教堂的牧师 自尊治疗开始的 按圣经把人 分为肉体 心灵和精神上部分 以善地为主宰 这个学法认为是 所有的疾病 都是由于 能违背了善地 比如善地 落即落体 给造成空虚 和生活无益感 顾强调 击导 内省和自我牺牲 自我治疗的 基本原则 但这种方式 对酒精中毒 毒瘾和一些神经 正有效 都是对一种 造款 抑郁症和精神分裂 基本上无效 基督徒的精神治疗师 可以运用很多种 治疗方法 刚才前面讲的 十几种都可以用 鱼骨盖 但是这些办法 又是顺利批评和修正 与基督教信仰的 不相容信 但是也说 一个只是反对 弗洛伊德 或行为主义的 一个心理学的 治疗师 不见的就是基督徒 但如果一个 咨询师 会使用一些 圣经的证据 来回应治疗理念 那也不能代表 他全人信主的 就并不他一定 就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的心理学 评论者亚当师 说了 知商的过程 有一种本质 使得这些过程 必须在圣经的基督之上 重新概念化 才能宣告是属基督的 它是整个治疗语言 是建立在基督教的 一个基督之上 还说 我们的工作 就这个工作是 是促使我们的成为 基督教信仰 以及神在世上的 救赎工作的一个延伸 就这个治疗是一个 救赎工作的延伸 是一个教堂之外的一个延伸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心理治疗 你是一个荣耀神的部分工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讲个第一大点 吃上的使命 就这种心理治疗 是他有很重大的使命的 这个使命是 以真正的基督徒 立志于全道工作 尤其是 有一个这个使命是 有人认为 只有是真正的基督徒 立志于全知全道的话 而不是基于事的工作 这是不对的 就是一个 他有人这么认为 就是你这个基督徒 你是你的师 你也是一定要全知全道 你要是进行事的工作 是信心脚落的一种表现 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就是把那个 我们基督 基督教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肯定吧 主耶稣基督 救出所有的生命 以赴予万事荣耀 美善和异义 就是无论在做耕种 还是辅导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 或者是施行圣餐礼 或者是做牧师 或者做治疗 心理治疗 都是一个很荣耀的工作 都是一个 在各罗西书三章十七节里讲到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祈祷他 感谢父神 在各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 无论做什么 都是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这两个圣经经文 我们讲了很多事情 任何事都必须在 基督的举行之下进行 包括我们的基督教的心理师 心理治疗师 也是在基督的举行之下进行 并为他做事 对主传的顺服 在不同的呼吊之下 有不同的表现 特别在应用的心理治疗方面 所以我们在 必须创造力和勤勉的工作 以有效地完成顺服主张的责任 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 另外来讲到 对基督人也 几乎所有的职业 都是好的潜在选择 我刚才讲的也是一样 所有的职业都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但是可能会排除一些 一些犯罪的行为 比如说餐饥 犯毒 杀手 这也不是 不可能是与人料族的行为 这是一个 杀伤的行为 所以说福音要求我们 蒙造的生活 别人在品格和关怀的方面 帮我们的能力标准 比如说我们以农业 和全福音为例 在基督徒的农夫 也是要求有耐性 要诚实 要勤勉 去耕种 但是在全福音 也是要直接地交代 福音依然直接地指出 所多交代 所多末世工作的结构和内容 就福音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福音 是一般的崇拜的形式 圣诞里的形式 按摩里的形式 教导的形式 和信仰教育的内容等等 信仰规范了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救赎和城市 以及能怎样才能够得到 得救和成长 但是我们认为 那个 资商师和心理治疗的工作 与末世的工作 比较接近 也不是一个农民一样 因为这个心理治疗师 更多的是 在用这种 跟末世的工作 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都是对灵魂的一个拯救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 但是更多的像那个牧师 根据福音处的记载 有一些护照和捐业 神志人员的工作 只能是一步之遥 但是呢 这种基督教的一个心理治疗师 也承担了很多 和专业的神志人员 包括牧师 一样多的风险和责任 他也是有很多风险和责任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作 所以基督徒 与和周常 与世俗的治疗和理念相互动 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心理治疗师 与世俗的 就是前面讲的十几种方法 这个治疗理念要互动 并且要卷化为这些理论 要符合基督教的一些启示 这是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这个基督教的心理 卫生领域 就能够很显著地反映去 教会的救助工作 这也是教会的救助工作的一个延伸 他就明白这一条 因为我们在讲到 有一个专家这里面提到 就安德森的说 治疗灵魂 是基督教群里的全道工作与侍奉 这也是明确了 基督教的一个主要的事情 但是很多心理治疗人士 并不会自称为全福音者和牧师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治疗经常渗透 当时的生活核心 就和牧师和治疗灵魂是很相似的 就这个心理 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有牧师的部分的一个职责 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他们的工作与神国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交错 并且是细心并彻底的从事 治疗食物 以荣耀神的国 并且与神为他的子民负责 努力相配合 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实上的考量 如果说把这个事情不明确的话 就跟他冒着 在服侍神子民的事实上 提出一个与主基督 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相抗衡的一个系统的危险 就是说你这个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整个所有的工作 是与整个基督教的教育相符合的 如果说不是的话 就可能与整个基督耶稣 教会相抗衡 相对抗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心理治疗 是一个辅助和配合教会的工作 而不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 这个也要明确 当这个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在给受伤的人带来医治和完全死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以特殊的方式与我们同在 在治疗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存在的 在灵后一章二三章 在灵后圣经灵后一章三到五节里面讲到 约颂藏过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祸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一切的方向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泛滥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所以这段经文讲得很明确 就我们一个 比如说成为一个服侍于耶稣人的 基督教的一个治疗师 主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 那些主耶稣基督是一切成长 治疗及安慰的来源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在圣经里面也都得到反应 因为我们所有的安慰 都来源于基督 耶稣基督 包括我们安慰别人 以示来源于耶稣基督 这个大家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了 所以说我们也认为 有些人也认为将这种基督教的心理治疗 称为道成肉身的一个服侍 这个也很明确 就提高了这么一个高度了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心理治疗了 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服侍 第二大类就是一个在基督教的心理治疗中间 要有神的形象的存在 因为你整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治疗 你要反映神的形象 关于神的形象 大家都是基督徒很清楚 在过去2000年 都是一个在神域上的一个重要的光具 咱们看创世纪一章27节就讲到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狼造狼 所以我们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多努力 就能知道 就能自然的彰显神的形象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在圣经里面 又反映出神的另外一个 神的形象的另外一个层面 这个层面不是一个外形的形象 而是一个内在的 比如说一部所说第五章第一节讲到 所以你们该笑把神 好像蒙慈爱的人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神的形象 另外是哥罗西书 三章第十节讲到 穿上的新人 在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与同照他主的形象 这是一个在内心的一个词爱 包括知识等等方面的一个神的形象 在我们基督教的心理治疗事 有体现这种一个神的形象 不仅是外界的一个神的形象 也是内在的一个神的形象 所以在威纳德 这个人在一本书上写 说到 身为耶稣的门徒 学生 我们的目标就是学习像他 这也是一个我们做基督徒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基督耶稣一样 背起十字架都像他的形象 不过是外在还是内在 所以我们内在的神的形象 就远远超过我们经常讨论的神的形象 这个内在的形象是最大的 不是一个外在的 神的形象也不仅是一个消极的特征 和一个胎记 它是一个生命目标的宣告 也是一副信徒 有义务去真正的成长地图 而且是我们整个成圣 过程的一个目标 这是整个基督徒 终生追求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基督徒的一个 基督教的心理治疗事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神的内在和外在的形象 特别是内在的形象 所以我们将探索 上中与心理辅导领域相关的一个形象 即活出神的角色和职份 神的性格和神的光怀 下面再说三点 一个是三小点 反映神职份的形象 神的职份指的是 神与祂子民互动是所采取的角色 这神的所采取的角色 与我们在心理卫生领域的实物 很大的关系 首先是神的一个 首先第一小点是一个 神的职份是什么 在圣灵里面当然保卫师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基督教的心理治疗事啊 你所谓的职份是要 反映神的一个形象 第一个就是一个在圣灵里面 当然保卫师啊 又就是也帮着我们 安慰我们 吉利我们的那一位 这个大家也明确啊 保卫师的概念 大家很知道 应该是就指并或者 一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他愿意挺身在神面前 为我们伸瘦 即恳求 圣经的哥林多前书 一章四节讲到 我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就这的话我们应该明白 神透过圣灵是安慰我们的 好了我们学习 也让我们学习 我们安慰周边的人 因为我们的安慰是难允许神 我们也会安慰别人 就这是一个基督教心理治疗事的 一个基本的一点 因为我们企图神成安慰者 以希望和慰藉 来与周边的人亲卫 亲信使 那么神与圣灵的形象 就自然的反映在我们身上了 然后我们也会 期待增补这些 受苦之能的缺乏 活着以为安慰神的形象 第二点是神的一个职份 是有启发性的 就是和好者的职份 首先是个和好者的职份 记得这个和好者 在圣经灵后五章十八章 十八节的二十一节讲到 一切都是需求神 他希望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就这段经文直接告诉我们 基督使每一个信徒 甘心与神和好 而因此与神和好 我们也成为基督的使者 那么这个病人 包括这个案局的话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与神的不和好 但我们是我们基督徒 基督教的心理 至少是要做到 让那个人与神与圣灵性和好 这也是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 在零后五章二十节讲到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 谢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正经的要求 每个人与圣父及圣子 重建和好的关系 只要每个人与圣父甚至 得到一个重建和好的关系 这样这个人的心理方面 才得到很好的治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有人与人的和好的一个关系 就含着神与人和好的 一个福音计划之类 另外一个神的职分的一个点 是一个治疗者 也是伟大的医生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去治疗一个医生 治疗一个病人 其实说白了是神在治疗一个病人 因为神的职分是治疗者 祂是伟大的医生 我们切着祂的一个能力去治疗 所以在圣经里面 神的美德 包括医疗的美德 竟然受到称颂 我们看到诗篇 103章2到4节讲到 我的心呢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一切的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敏 这里面也讲到 神的医治 不管是什么疾病 不管是心里的 还是外在的 还是你肉体的 就是使我们 认识神与祂指明 关系中的亲密 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一个神的职分 我们要活去神的职分 另外第四个神的职分是 作为祂本质的智慧男员 神是最终了智慧的男员 在箴言一章七节讲到 晴慧一要华是知识的开端 欲望能表示智慧和训慧 箴言 另外就是箴言一章 二到二十到三十三节中间讲到 警告不要拒绝智慧 智慧的道成肉身 因为一些的智慧 知识都难以神 所以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智慧 另外一个君业讲到 就是提博尔讲到 基督降生之前的古犹太社会 有三种牧师的一个类型 祭司 先知和智者 那么这些人的话 其实这些人的话 与现代就是祭司 先知和智者 与现代这种心理 卫生 这种治疗师的职分 应该是差不多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是 这个的目的就是提供人 有关日常生活的实际辅导 其实很多方面 社会的一些心理 资料方面的一些职责 那么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八章 你们的八节到九节讲到 智慧必须根据于神的话语 这也是我们要明确的 那么就是我们要 这种基督徒的智商师和心理治疗师 那么就在 首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间 要活属神的形象和他的各种职分 那就采取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属灵的资源 包括圣经 祷告 圣仓 团窃和崇拜等等的运用 要求生死熟虑的 谨慎的使用 有一个专家警告 就马隆尼的说 宗教贤的谈论与食物 可能被正确使用 也可能误用 有人会误用这些宗教贤的一些谈论 那么我们要明确 这种基督教的智商师 有一些很特殊的义务 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间 在病人诊断的时候 一定要活去安慰 医治 和好与自华的善理的形象 因为你的个人就不是你个人了 你就是代表 你活着善理的形象 用善理的形象 用善理的圣灵去医治一个病人 做到安慰 医治 和好与智慧 那么第二大理就说 你在基督教的一个心理医疗师 在医治病的时候 有反映神的性格 前面讲到神的职份 这个第二讲到神的性格 明白神的性格 你无法做到医治 那么神的性格是什么呢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讲到 成灵敏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人 鼻子包容 鼻子牢恕 与同主牢恕我们一样 就这简单的几句话 这很难做到的 人的罪性是很难做到 那么这个基督教的心理医疗师 你要做到这几点之后 你才去医治别人 你自己都不能做到 温柔 冷赖 包括鼻子包容 你怎么去医疗别人 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不能包容的 不能牢恕别人的 就是恨人家 恨死了 但是你怎么就让人家 不恨 牢恕 包容 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治好 然后再用基督教的 就是具体原则 包括圣灵的启示 来治疗这些病人 所以这个 有一个那个专家 很很很很 一个就心理医疗师 这个理人家叫派特森的说 从神来的爱 这个爱是治疗 是理想治疗关系的必要特质 所以你这个基督教的心理医疗师 里面有爱 这个爱是从神来的 这个爱是无法医治 一个心理病人的 所以这个爱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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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医治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一个特质 从神来的爱 他就明确这个一样 门罗神学院的爱杜克 和富乐神学院的谭 陈一阳提出 治疗师的 基督教的治疗师的 能够特征 与治疗师的关系 讲到十个主题 第一个 我们蒙造 要灵敏心 你对抗基因主义 你要手气要灵敏 你要活着神的荣耀 基督的主权 总是带有慈爱的 散步着穷人和受压迫者身上 是第一个 你有灵敏心 第二个是我们要蒙造 做仆人 而非高人一等 你去治疗病人 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位置 耶稣基督也是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 而不是当一个 一个高额在上的一个 一个统治者 不是 你是个仆人 你去 你去医治他 到时候你又扶持他 第三点 我们蒙造 又做 又成为团契 而非孤立 这个 孤立队 治疗师本身的安堪 也是一个很很重要的威胁 团契 大家都知道 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 有什么方式 但是在治疗 那个病人 所以又成为团契 而不是一个孤立 第一是我们蒙造 要承担责任 而非独立治疗 你一旦这个病人 走进你的屋 那就 有一个责任心 你又让他治疗好 而不是有简单的 一个独立治疗 因为你代表整个 那个 整个神的形象 去治疗他 第五个是 我们蒙造 要透明度 而非建议形象 所以这个 基督教的 治疗师 治疗师的生活 又给了很好的形象 很好的印象 你自己不是很好的 好人的形象 那你怎么去治疗你的病人 对 就不仅是你在这个办公室 在这个医院 是个好的形象 你在外面的生活 你就是一个好的形象 你本身要荣耀神 使别人卷介当事人给我们 最后更多的人 别人会过来 第六 我们蒙造要去爱 而非 罗杰斯学派的正面关怀 就神的爱 没这个爱 整个基督教的 现在就是这个爱 没这个爱的话 你不可能感觉到 负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明确 神还是爱 真正的爱 可能会很严厉和尖锐 但是会使人得到益处 没这个爱是不行的 第七 我们蒙造坚守管家职份 反对极力追究利益 第八 我们蒙造要追究圣洁 而非完全 第九 我们要蒙造要有智慧 而非世俗的聪明 这智慧也是难以为神的 没有智慧 你是无法去治疗病人的 第十 我们蒙造要做政治人 而非 而非仅是能力上的服从 你首先要政治 所以说 整个基督徒的一个智商师 他是以身后的一个 有真实的身后的灵性 作为一个特征 一个特质 他没做灵性的 无法达到医治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心理医疗师 他是有身后灵性的一个特征 这样的灵性的 各种所谓的一个 全心全意的整合一个基础 只有灵性的一个心理智商师 那么还有几点 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的心理治疗 根据那个福乐神学院的 唐晨阳提到 还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对神生命的渴望 你心中渴望神 第二是与神认识契交的话 有对神的爱 带领我们自然的向神 敬拜和顺服 首先顺服神的举人之下 第三 你在治疗过程中间 是拜圣灵充满的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就是 而就运用圣灵的恩赐 来彻型神的旨意及荣耀 最后病人之一之好了 就结束了圣灵的果子 这是第四点 第五 整个治疗过程 一定要合乎圣经的思想 而且一整道 都与神的一个圣经的世界观 相符合的 你不能违背任何圣经的 之外的 不能违背任何圣经的思想和世界观 这是严格的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标准吧 第六 还要参与属灵的征战 因为你本身在医疗的时候 这个病人有可能就是拜邪灵 或魔鬼 杀的给捆绑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有的时候就像末世似的 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怎么把它振住过来 所以在这个中间 只有运用神 才能提供的超智能能力与资源 你才能够对抗 才能战胜 才能得胜 第七 与信心的奥秘层面相调和 对抗简单的理论训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在基督徒 在那个 西徒教心理治疗的时候 有反映神的光怀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是第三大点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就讲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就一些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正永生 这个圣经学的基本都能背 神爱世人 特别是教会 是他的心腹 所以说以福所书 五章里面讲到神的光怀 所以说一个基督徒的自动师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医生 他有热情的关系每一个人 包括教会 特别是他的病人 医治者 就病人啊 就接纳他们自己之后 才能带到治疗者 那去接纳他们 你要认可这个治疗者 这个基督徒的自动师 你才能得到 得到接纳 得到医治 当然呢 你首先你要深爱他自己 才能去爱你认识的人 并且彼此相爱 这个爱是很难做到的 爱 有一句话 我自己有这个感触 爱神容易 爱人难 有的时候进门 说爱爱人爱人 出门就吵架 吵架 吵架他打 就翻脸 说爱人是很难的 但他这里强调 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心理医疗 是你首先爱人 第一是爱神 第二是爱人 你爱不爱人的话 你不可能就做一个病人 你爱他 所以你对当事人 要有感受的 拜倾听 要让当事人 这个病人 他自己有拜倾听 拜了解 拜欣赏 拜真实的行为之下 才能够成长 才得到医治 不然的话 就当事你不得了医治 最后几点 就是一个 就专家的马隆尼的讲到 关于这个成熟的 灵性的要素 有八点 就是基督教心理 一个治疗师的话 关于成熟的 一个灵性的要素 有八点 第一条是认识神 最大家都知道 第二是切入神的恩典 即不便的爱 没这个恩典 和不便的爱 你不可能去治疗一个病人 第三是勇于悔改 即负责 第四是了解神的引领 及方向 第五是参与 有组织制度的教会 第六是经验 团契生活 第七有伦理观 第八 在信心中保持开放的态度 今天上午 我们那个中午 就讲到那个信心的问题 这八点 大家就有牢记 然后 所以我们明确这个爱 神是熬无疑问的爱 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那个 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也是爱每一个人的 最后那个结语的话 有很多 最后有明确 最后一点就是讲明确四条 第一个是我们要鼓励 有一种更新的心智 维生于扶持神和他的教会 并立志透过我们的工作来 反映天赋的形象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你首先 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 有反映天赋的形象 这是第一 第二是 以基督徒的一个亲眼的心 来思考 有了解改变人的理念方法 这是一个一个 智商的一个依据吧 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 冷静的心 而不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 一个其他人的心 去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是 用圣经和神学的知识 那了解神 如何关心 或者爱他的子民 然后教导 我们去 怎样关心 包括医治 教会的很多灵魂 这两件事 都是必须的 你们要圣经和神学知识 你不可能做到 关心你的子民 不可能去医治 这样的病人 包括这些灵魂 第四是 最后一点就是 基督徒的一个智商师 要明确地 开放在信仰的团体内 负责与成人对话 讨论 他们以后在工作中 包括生活中 活着独特与合一的 基督徒的一个样式 听慕弟兄这么一讲 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我再也不能告诉人家 我是基督徒 治疗师了 不够资格 不过还好 后来想想就说 这是 这是蒙招 所以我做的不全 做的没做到的时候 神一路上 一直在教导我 而且每一次做的时候 神真的就是在帮助我 在做的中间 告诉我怎么做 然后在 就说常常 有的时候我常常做的时候 我就说 我会突然好像 讲了一句 很有智慧的话 那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所以我就发现说 神跟我同在 在我面对那时候 真的是像木地兄讲的 你不能自己做 靠我们学的这些理论 但这些东西 实在是做不了什么 实在是真的是做不了什么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要这样做 我们真的要祷告 然后求神来呼召我 然后也求神 在这个时候跟我同在 就是说在这件事想跟我同在 帮助我一直在这上面成长 成长的意思不是说 要我变得多好 而是说真的像刚目的 就像那么多的目的 让神的爱能够出去 让神的爱能够 能够大家能够和睦 大家能够有神的形象 等等等等 不是你一个人 是全部的人 这是神希望 好 我们上了这么多这么多理论 课我们都没有实行 结果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大够了 那我先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练习 大家拿一张纸 拿一支笔出来 好 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好 好 你 我的问题是说 你问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想到什么写什么 拼命写 好 一分钟 给你们一分钟写 应该给你两分钟 我给你一分钟 我这边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刚刚我们讲到污染 我们来自己看 我们自己的污染在哪里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就写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尽量写 你的好 你的坏 你的什么 你以为的 你以为人家告诉你的什么 统统把它写下来 一分钟 好 你以为那种 你们开始 你以为 你一些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以为 你以为